蔡英文就是指出國民黨已經有14個縣市執政了 如果2024總統當選的話立委過半會架空臺灣 你怎麼看 我聽不太懂 那他 民進黨現在完全執政 對不對 總統也是他們 立法院也過半 他講的沒錯啦 事實上臺灣已經被他架空了 你想想看 所有的政策都是中央制定的嘛 所有的法律都是中央制定的嘛 所以民進黨完全執政 完全亂政 執政半年把臺灣搞成真的是一塌糊塗了 要什麼缺什麼 兩岸又緊張 然後丟了九個邦交國 外銷連十九黑 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 今年買不起房子 養不起孩子 那這就是民進黨從總統到立法院完全執政的結果 地方政府 都完全是做了很多事情 都是地方建設的事情嘛 那跟架空國家有什麼關係呢 只有民進黨完全執政才架空的國家嘛 他是夫子自道也啦 自己講自己啦 台灣2023代表字是缺跟淡嘛 然後那個農業部代理部長陳俊濟就說只是剛好選到這個字 他說淡是破可的期待 那缺是缺正義的聲音支持農業部 你覺得他這樣的說法對嗎 這是人民的聲音啦 缺喔 哇 我一寫是缺 我都很敬佩 寫得真好 這幾天真的很缺啊 太多缺 我如果要講缺 不是只有七缺八缺 不是只有缺要缺蛋 太多的缺啦 什麼水啊 電啊 土地啊 人啊 人才啊 多多缺 太多的缺 要講都講不完的缺 唯一不缺的 就是民進黨 缺 對人民一個道歉 還有缺什麼 民進黨最不缺的是什麼 黑金幣案 還有 詐騙產業 最不缺 所以喔 要談缺喔 民進黨好好去思考一下 這個缺 就代表民進黨這幾年的執政 人民是活在後果當中 什麼都缺 連要吃個蛋都缺 吃了又是壞蛋也是缺 缺到我們心痛食安有問題 所以喔 第二個字你記得它是蛋喔 第三個字是什麼 詐騙人 對不對 第一名缺 第二名大 第三名騙 那不是剛剛好嗎 缺什麼 就缺蛋 詐騙呢 缺人家去打 缺人家壓制 否則前輩被騙走了 所以人民欠錢 缺錢 那民進黨都不缺啊 缺了是跟人民道歉啦 而且黑金太多了啦 所以也不缺啦 詐騙也太多了啦 不缺啦 想問一下喔 就是說蔡英文啊 他是說 就是你們沒有證據 又一直在講說 他們貪腐 他不能接受 那還嗆說特徵組 釀出這個憲政危機 市長怎麼看 市長回避 誰把特徵組廢掉的 是民進黨嘛 那民進黨這麼多年來 所有的弊案 人民的眼睛都很血亮嘛 隨便說都有啊 光電弊案 疫苗採購 炒股案 我們大家很清楚的 INVD啊 國爛財 哇太多了吧 藝人公司補置1.75億 然後到現在 就是壞蛋 也沒有一個下丸 如果要細事 民進黨的弊案 層次不窮 難怪 本來金頭會問人民說 人民問他說啊 弊案那麼多 你們都沒有不知道嗎 他問人民說 啊你講的是哪一件 政府回答也是這個標準答案啊 你說的是哪一件 我人民已經告訴你 這麼多件了啦 你現在趕快查一查 查清楚 連將近有四五十件的光檢舉 高端弊案 全部好像都沒有結案 沒有一個下丸 民進黨政府真的不要裝容作樣 所以民進黨如果不查 把侯友宜上任 一定成立新的特尊者 順序為成立一個 更強有力的配偶單位 好好的把所謂的配 單位把它弄清楚 把這個筆案怎麼弄清楚 還給人民一個公道啊 民進黨執政八年 做得好不好 不好 民進黨做得好不好 不好 太短下來好不好 不好 不好要怎樣 下降 大家跟我一起喊 民進黨 下降 民進黨 下降 民進黨 下降 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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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很奇怪 說你日子過得好好的 節目也組織好好的 幹嘛要來參加選舉 這麼辛苦 而且選情又不好 我說齁 我這一輩子齁 真的是好的事情齁 很少輪到我 都是辛苦的事情 但是沒關係 最後呢 我們一定是化險為夷 最後一定拿到最後的成功 我這一輩子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都是要經過千辛萬苦 但是呢最後有前面的過世 人生這樣也比較有趣味 比較有意義 那各位好朋友 我剛剛問齁 說民進黨做得好不好 大家都說不好 真的不好 八年來齁 你告訴我一件事情 一件就好 民進黨做得好 我一件都想得出來 但是要講他做得不好的 壞事齁 慶足難足 不要說別的 對不對 當時新冠肺炎 要口罩沒有口罩 要這個快篩沒快篩 要疫苗沒疫苗 這樣的政府 無能對不對 無能都沒關係 還無得 中間不知道有多少人發國難財 在口罩 在快篩 在疫苗 在各方面 不知道多少人上下棄手 還有雞蛋也是一樣的 所以各位好朋友 這樣的政府 我們讓他繼續執政嗎 可不可以 不行 當然不可以 對不對 好去年 這個選議員選縣市長 我喊出一句口號 叫做票投民進黨 青年上戰場 結果很多年輕票跑掉了 沒有投民進黨 今年我說明年的選舉 我們是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大家說是不是 是 你要戰爭還是和平 和平 我們要戰爭還是和平 和平 對不對 民進黨 他現在很怕 最怕的 就每天去講 賴清德說 他當選不會帶來 不會帶來戰爭 他是會帶來和平 大家相不相信 不相信 天下最大的笑話就是 賴清德說 他當選台灣會和平 你如果當選台灣會和平 你為什麼 兵力要從四個月變一年呢 大家可能有子弟啊 孩子啊 孫子啊 朋友的孩子啊 明年當兵的 從四個月變成一年 大家不要以為 四個月變一年 只不過多了八個月 八個月 對青年人 是很重要的八個月 學校剛畢業 就到部隊裡 去一年的時間 而且這一年 如果是有意義的一年 就罷了 這一年大概去做米蟲 那 四個月變一年 這不是民進黨搞出來的嗎 國防預算 從三千億變六千億 特別預算 再加六千億 這不是民進黨搞出來的嗎 那為什麼呢 不是就一倍打仗嗎 那他跟我們講說 他當選會帶來和平 大家相信嗎 不相信 所以這是一個騙人的政策 一個政府 一個國家領導人 不能給國家帶來和平 就是一個罪惡的領導人 就是一個沒有道德領導人 大家說是不是 是 所以 所以民進黨現在又很怕 他很怕 年輕人不投他 年輕人的父母也不投他 所以他現在天天騙我們 說沒有啦 不會沒有啦 我當選不會變成 不會打仗了等等 大家不要相信他 明年1月13號 不要投國民黨 我們才不會去當兵 才不會去打仗 大家說好不好 啊 啊